明年的元宵灯会倒数破百天 不过相关规划似乎进度慢半拍 议会总质询中议员正公敬指出 灯会是每年初最大型的活动 如今不仅进度延宕还未见规划 预算也胡乱编 对此官吕局表示 一切都依照采购法规定 必须等确定厂商后才有规划方案出炉 目前预计展期9天只有一个展区 也将秉持专业进行灯会场地评估 元宵灯会是每年年初最大型的活动 也深受民众喜爱 不过距离灯会开幕已经倒数破百天 相关规划似乎进度慢半拍 议会总质询中议员正公敬指出灯会 不仅进度延宕还未见规划 预算也胡乱编 现在 办灯会 已经 纯 98天 就是说本事 线对你要办灯会 纯会到现在 预算欧北边 线了你的灯会的展区 市長啊 你的办法庭 你的灯会 选与死亡的 有什么亮点 议员表示灯会预算书上写2300万 官吕局的标案却是2500万 质疑额外出现的200万 从何而来 官吕局长则解释是后扩经费 由一般业务费之印 在经费不够用时才会指引 一切都是合法办理 明年从元宵节开始 持续九天的时间 九天 我相信跟往年一样 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都九天 对 还有什么细筋的亮点 有 我们正在规划当中 规划哪些细筋的亮点 出九十八天 等到我们找到厂商 把模拟图做出来 我们就会对外公布 你之前环渡的什么 台中国有钱也办不好 这个灯会也办不好 2020台湾都办不好 结果也办得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就让 回归到业务局去 像这种行政业务的事情 厂商有他的想法 你有没有去 但是当时要发包 当时用预算 也是要尊重采购法 官吕局也说明中 台湾元宵灯会 目前占定于 明年2月20到28号来举行 目前预计展期九天 只有一个展区 至于场地位置 官吕局也将秉持专业 进行评估 接着张卫林 台中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